大家可以看《馬太》六章二十四節 我讀給大家聽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護者的愛那個 就是重者的興那個 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 所以我告訴你們 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麽喝什麽 為生命憂慮為身體憂慮穿什麽 生命不勝於飲食麽 身體不勝於衣裳馬 你們看下天上的非鳥 亦不種亦不收 亦不積蓄在倉裏 你們的天闊尚且養活他 你們不比非鳥貴重得多麽 你們哪一個能用絲類史 壽數多加一刻呢 這裏說到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護者的愛那個 重者的興那個 大家有沒有發現 《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節 《馬太》六章二十四節 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生命之中 譬如有時 有兩樣東西決定的時候 有兩樣東西選擇 譬如說 即是我在哪裏做工 我想選擇在哪裏做工的時候 你會用什麽原因去選擇? 多數人用什麽原因去選擇? 錢 錢 人工 還有呢? 假期 假期 位置 還有呢? 晉升機會 晉升機會 時間 自己興趣是不太好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通常人都是會這樣考慮的 我問問大家 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注目在哪裏呢? 自己的好處 對 自己的好處 你說 基督徒應該怎樣做呢? 例如選擇工作的時候 有什麽不同呢? 所以為主做一些事 嗯 在工作那裏 在工作那裏 但通常我們找工作會不會這樣想呢? 或者一份工作會不會… 即是會想一下 會想一下 星期日有沒有得回教會 即是要回工作 這個會其中一個考慮 或者你在做工作了 你會在那裏想 唉 那些人真是不好 啊 即是在工作的時候 會有什麽想呢? 可不可以在那裏 即場那裏發揮一些… 一些… 活出一些… 譬如 基督的樣色 去那裏有個氛圍嗎? OK 你會這樣想是非常好的 那你實際上班的時候 你要做啦 你要做啦 你是會這樣想 這個人我怎麽樣影響他呢? 或是你在那裏想 唉呀 那個人真是困難 即是很難搞 很難合作 即是我們人會自然會想哪裏? 人咯 即是人又說什麽啊 那些都應該是 即是人會說什麽 即是他們對我好不好 或者會想看老闆對自己的工作表現 會不會滿意啊 也會想這些事情 是 即是說呢 就位份工我們看看 我們的表現夠不夠好 老闆接不接受 即是會不會說 我在這個地方 我想想我怎麽樣影響那些人呢? 這個意念會有幾多出現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實際上做過工的時候 實際的情況 即是你會不會 去怎麽樣想想 這個人我怎麽幫他呢? 找個機會怎樣幫他呢? 會不會這樣想呢? 會 你有想過嗎? 現在會 現在會 年輕時不會 年輕時不會 未順處 哈哈哈哈 都會有時 人有些 即其他人有些問題 看能否關心一下他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是的 這個就是 這些就是一些的改變 問題就是 我們會有幾多注目在神的上面 我分享給大家聽一下 我學生的時期 我就是做散工的 我做散工 我已經和周圍的人 全副音樂 即我上耶穌之後 然後呢 後來我就 教書 我教書 又是 和學生全副音樂 在基督教學 全副音樂 在非基督教學 我都全副音樂 我都跟他們說 即我會一直想 怎麽樣做 同事我都會想 但 但我當然 每一個人會看著 去到什麽位 譬如那時候 我在醫院做的時候 我都會想過 我們同事的 有哪些可以入到 哪些可以說到 即我會逐個去想 這個可不可以呢 或者有時候 他講過的話 我會馬上回應 但我又會經常想 我怎麽跟他建立關係 讓他的關係更加好 這個就是 即我們注目在神 和注目在自己 就是由這些事情 看得出 全副音樂的全副音 已經走了很多步 其實有很多人 自己職場 或者在哪裏 連基督徒都不肯認 他們連借誕都不肯認 是啊 即有些人很怕別人 知道他的基督徒 那時候我一間醫院也是 有一個基督徒和我一齊 我不知道他一齊做什麽 然後他回來 他說 我先走 你一會兒才來 他說 因為他那些人 反對基督教 所以他不想和我一齊走 因為他和我一齊走 那些人就會針對他 但我又不介意 我又不會放在心上 我又問問大家 在平日的時候 即我們會有多少 由早到晚去想耶穌 去處理生命 因為神而開心 這件事 有幾多發生呢 在這裏操 即當在這裏 大家一直在教導 過去一直在教導 就操 初時又不是那麽 不習慣 就開始刻意 刻意 刻意時 起身來刻意 洗夜時刻意 塑地時刻意 即每一件事 就是當一想到其他事 然後有刻意去轉向神 就快到那個 起落 是會 而且裡面輕散 是會強的 譬如有一朝早 我和我老公很早 就聊一些事 聊一聊 就聊到社會的狀況 我心裏面有些 不是很安靈 要視乎我和我家人說 不要再找這些了 我們要去讚美神 當想起耶穌的時候 這裡面又衝回來 就是我發覺 當你刻意的時候 就算你講其他事 都會有意識 就是我們轉向神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有些人說了一些其他事 或者說得很不開心 你就會想到轉向神 這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 有一個不好的對話 當然你家人是信耶穌 那就容易一些 如果家人不是信耶穌 而他講一些不好的事 我們可以怎樣 例如一群人 不斷批評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 發脾氣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祈禱 我會在心裏面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命運 宣告這個氛圍要改變 變成喜樂 一切不合神心意的 都取消 好 非常好 這個就是 知道有些問題 想逆轉 想將它改變 這是非常好的 有很多基督徒不是這樣的 有很多基督徒是怎樣的 有很多基督徒是怎樣的 一群人都說了一些不好的事 他又說了一份 那些人很壞 那些人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完全是沒有基督徒 就是離開教堂 是不會提到耶穌的 離開教堂是不會提到 就是耶穌的生活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這些基督徒 是 有的 一停了聚會是沒有了 全是沒有了 有的 真的有的 就是他自己做回教會 就是因為他做保險 那或者別人說什麼 他要去please那些人 他就是可以 就是他可以直接說 是的 基督教真是麻煩一點的 人家天主教 就是佛教又接受什麼都接受 就是他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 因為我都未相信 或者是 就是我初信 所以我都不懂 我看到他這樣說話 我覺得他很奇怪 可能這個人就不是真信 可能他來到教堂 是唯一賣現縮 是的 有時候有些這樣的情況 或者他信得未深 那我就問大家 如果整群人在說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停止他們 停止他們 停止 我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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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些人 我覺得只可以不要加喉 或者有機會的時候 就說一些適時令人一點的 OK 這個也是智慧 因為有些人 他在說行話 你叫他不要說了 他會和你準備 我們反而達不到的後果 我們就可以在某個情況 想一下有些什麼說話 那就是求神給智慧 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 求神給智慧 我怎樣去說 轉一下話題 講一下 講一下別的話題 又不是刻意 很刻意 慢慢 逐步 但別的話題 這是一個方法之一 看人的 因為有些人 你稍為講的 其實他都可能有些好意 譬如有些人說他個個都不好 又說他什麼都不好 可能他都好意 他就會變成針對 是的 針對你的 所以這個看情況 譬如有些人是熟的 而是基督徒 我們都可以去問神怎樣說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勇敢的行為 因為可能人們會敵黨 而我們能夠嘗試去改變氣氛 這也是一個 真是尊神為聖 就是說 看重神 轉目在神的身上 就不是轉目在世界上的事上 這就是在日常生活 所以大家可以一會討論 所以大家可以一會討論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譬如你專注一件事 你就很難專注別件事 譬如有些人專注在事業 通常來說 通常來說 可能在家庭上會脫漏 如果專注在家庭 他在事業上可能會脫漏 不過有些人兩全其美都有 但是基督徒就會 不是那個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就會說 我都盡量對我家人好 我又在公司做得好 這是兩全其美 但是很多人就會傾向一邊 我想大家都見過很多 只顧著事業 甚麼都不管的人 他就是侍奉事業 有些人侍奉看波 他的生命 一看波 是甚麼都可以談 因為有些甚麼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人在那些事業上 有些人喜歡爭脫 他爭脫就經常爭脫 永遠都出不來 這就是聖經所說 一個人侍奉兩個主 即是不能侍奉兩個主 他就在那件事上 這個例子實在很多 我們自己都想一下自己 某個時候專注那件事 真的很難出來 我自己就記得 譬如你買手機 那些幾天都會慢慢看 哪個手機好些 總是行路搭車 都會想著哪個手機 哪個手機 有些人就會說 快點買了就快點 息事靈人 完結了 我就專注做自己的事 但有些人就不是 就會依然繼續 一直沉迷 譬如我認識一個人 他兒子買了一個 看一看 兒子買了一個車 一買了車 又怎樣 是很多錢買些東西 整在車上 但後來車是撞車撞了 總之呢 很多錢放進去買什麼 配件 因為他的心在車上 這件事都是我們很容易看得到的 所以我們問問自己 你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哪件事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你留意到那件事 尊重那件事 好像其他東西 就完全疏忽了 他會 你 他會 各地 你 限定 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